兩名大貓男子一前一后 進到民宅裡頭 還刻意戴口罩 掩飾身分 原來他們是闖空門的小偷 大白天闖進民宅 還從正門進入肆無忌憚 兩名男子一前一后 前面的負責把風 後面的負責拿藏物 見到苗頭不對 可以立刻落跑 而且兩個人犯案累累 幾乎偷遍高雄陵原地區 讓附近居民任性惶惶 數點左右吧 就是正熟之後 發生那個沒有關 沒有手 摩托車把他丟掉 1月3號中午12點多進門的 他偷了我的金子 項鍊 戒指 iPad手機 兩名小偷從白天偷到凌晨 一戶偷過一戶 已經有五六戶住家受害 不管是摩托車還是洋酒 甚至戒指 項鍊 通通不放過 但被害人回想起被偷情況 還是餘計猶存 因為屋子裡價值十五萬元的財物 不到幾分鐘就被摸走 而且這兩名竊賊 其實早上七點多就來探過門 發現屋子們沒鎖 中午再回來偷竊 更讓了毛骨悚然的是 他們竟然連被害人的名字都知道 被害人鄰居提供兩名小偷翻案室的線索 通常會有一人先到目標附近探勘地形 再找時間或同另一人折回現場偷竊 由於目前兩名小偷還在逃 被害人也公布監視器的影像 給其他民眾指認 希望提醒大家小心 避免被闖門受害 記者稱呼名 陳昭虎 SNG小組 高雄報導